12月8日晚 是有节赛班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 冯小刚芳华成为颁奖里的最大赢家 获得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两项大奖 两位女主角杨采玉和钟楚希 则分别拿下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奖 芳华在拿下最佳影片时 冯导作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谢谢导演 也谢谢钟演梁子 因为她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最崇拜的偶像 这个 这个真优美 另外呢 如果拿到最佳演篇奖 这个还拿到我们最佳导演奖 还有最佳女配角奖 最佳新人奖 感谢塞班国际电影节 感谢所有的评委 对欢华的后岸 谢谢大家 谢谢塞班 高兴 开心 谢谢 冯导放过了 高兴开心了 您说了 今天也两点是您的偶像 其实您也是我们的偶像 偶像竟然来了 您看您 据说在今年的这个电影节当中 有七项奖来入为提名 那么您觉得就是说 我们的最佳导演也好 还是最佳影片也好 哪一个奖项在塞班 在这次电影节上对您的触动更大 都重要 都大 谢谢 最后视频我们的播报 周围报道 周围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